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的文化形式不能够代替的 无可比拟的 它是充当了一种历史的开创 历史的开辟的那样一种思想表达的武器 当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者他会说 文学俗看起来革命世界的一组成部分是齿轮轰和罗斯底 在革命文学的理念中是团队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的那种一武器 它是武器 所以毛泽东会说有两个司令 一个是朱总司令率领的枪杆子 还有一个是卢总司令率领的笔杆子 所以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非常古特的经验 我们必须要去理解我们的文化走过的一种历程 也去理解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精神和我们心理是怎么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 以及今天我们会去谈纯文学也好 我们对文学作品表达去理解它的价值也好 我们都不能超出我们的一种历史背景 如果能超出历史背景 我们就很难做出更加准确客观的和公勇的一种品牌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谈一谈苏婷的诗歌 大家看苏婷 这是苏婷的 我觉得是她比较年轻时候的照片 你们现在都穿得很时髦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她不算太年轻的 应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照片 那么在我们那个年代收听的诗 那是非常富有这种挑战性 它开辟了一种个人的内心情感 直接表达的那种方式 那么北岛的诗 芒客的诗 包括郭露生的诗 他们都是表达有一种强烈的 一种政治的一种挑战性 他们要表达的是冲破那种政治压制的 那种个人的一种心声 但是苏婷的诗呢 她以女性的委婉 与女性的那种细腻 那种私人的一种情感 她表达出一种爱的一种心声 这种心声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 人们所难以 难以表达的 是苏婷以她的敏感 率先表达出来的 那么苏婷是福建的 这个我也是福建的 大家这也知道这个 福建的就是做两样事情 但是在中国这个福建其实出 诗人出的很少 福建主要搞评论的很多 这个我们的中文系的前辈 谢连老师是福建的 刘再富是福建的 最早的毛泽东的秘书 陈莫达是福建的 还有这个 原来这个林默涵 当年那个左脉批判性很强的 达到性很强的 林默涵啊 郑伯农啊 郑正男啊 这都是福建的 还有这个陈俊涛 搞评论的陈俊涛 现在这个南方也有福建的 朱大可也有福建的 谢尔顺也有福建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福建人只做两样事情 一样是卖假药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八十年代 福建这个假药非常厉害 还有一样呢 就是搞评论 福建人他就做两样事情 一样是卖假药 一样是搞评论 那这两个事情不一样 假药是假的 评论是真的 当然福建人的诗当年 他也是非常的 书庭 是吧 这个 北有 这个北岛 是吧 南有 书庭 所以书庭的诗呢 在当时有 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 那么 确实读书庭的诗 在当时呢 他有一种 情感的那种 丰富和细腻 那么始终又有一种 清晨和明镜的气息 所以他的诗呢 虽然说不怎么复杂 但是表达内心的情感呢 采取了多种 引起的 修辞的手法 在当时就有 打开了我们 心灵窗户的功效 并且在艺术上呢 显示着 这种是个 截然不同的形式 因为当时的 意识形态背景的 过于封闭和压抑呢 就反倒反衬出了 他的诗的那种挑战性 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 所以书庭是 八十年代最早 正是各个内心情感的 女生人 他的诗中 总是隐约呈现着一种 不可知 而又不可抗拒的 外在的一样 而女性的爱乐呢 带着祈祷穿越其中 最终获得 无可奈何的解脱 可能这是书庭的诗 最具魅力之初 所以书庭的诗呢 就是他总是 仿佛有一种 外在的压力 在压迫着他 那么他内心呢 有一种东西 要表达出来 所以他有一种 内和外的一种关系 你总是觉得 他内心在一种情愫 那么苏庭的诗 也经常描写 自然紧致 所以他也寄予着 女性的情感 以及对于 美好生活的那种 坚定的一种信念 那么 苏庭的诗呢 他后来也写了一些 比较高亢的诗歌 我不知道中学科目里 没有选他哪一首啊 哦 志向数 哪一位同学会背 站起来背一下 哪一位 我相信肯定很多同学都会背 哪一位 我点一个 好吧 哪一位同学 举一下手 能够背几个句子也行 好吧 哪一位 姓王的同学 哪一位 有没有 姓刘的同学 会不会背 刘颖 刘颖会不会背 我记住一个同学的名字 刘颖今天来来没 有没有叫刘颖的同学 没有吧 会念讲句的也行 哪一位同学 好 我从前面来 这位同学 我如果爱你 却不像叛云的鱼椒花 借你的高智来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却不学圣情的鸟儿 未必因重控三道的歌曲 却不许像从全员 常年送来清凉的内界 也不知像显风 会在你的高度 撑脱你的威力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 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支牧民 这位睡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跟紧握在地下 夜宇相处在园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置意 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用你的同志且干 相当相见也相挤 活了我们红树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鸣鸣的火炬 我们虽然寒潮风雷 风雷披靡 我们共享乌尔游软恒靡 荡风永远风靡 却有各种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现在就在这里 爱不定爱你为爱你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不三个层 谢谢 这位同学对这个爱情诗的揽受 还是太朴实了一点 可能这个是因为初恋诗 还不懂爱情 那么以后要多读一读 可能是今天当年他当面 不太没有话语的 这个揽受的才华 哪一位同学能谈一谈 你对这首诗的感受 哪一位 举下手好吧 哪一位 哪一位同学 大家踊跃一点 好 这位同学 是 赛斯是你发言是吧 那你隔壁这个 来来来 作者当时是在办公室当中 然后听到一位 将近六七十岁的男士 在和其他人谈论 他对女性的看法 就是说 我就喜欢没有年轻漂亮 我觉得年轻漂亮 就是女孩最大的资本 然后 这个文章里面 我说估计也就是一个那种 和他地位相当的编辑啊 或者 就这种人物 就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 太提交 我觉得这种不太清智 那他当时就觉得 他不同意 就是 这个 因为说是 这个世界是男人的社会 他不认可这种 你男人的观点来塑造这种女性 或者评价你 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就是 我觉得它是强大一种平等的爱情 而且他说是 我和你那个跟相处在地下 然后之夜就相处在年里 这种就有距离的爱 不是说两个人相爱就一定要特别那种在一起 就若即若离 但是 既有这种情感上面的交流 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位置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完了吗 完了 谢谢老师 他提供了一些背景 其实当时关于这个诗呢 写作背景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这些说法都只是 只是供参考 那么当然 我觉得书婷确实我们要细细的去分析这种诗 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但是确实可以感觉到 他对这个爱情的表达 他这里采取了一个自然的事物 对一棵树下树的一种叙述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树本身的构成的一种关系 是吧 他们站在一头里面 他们的枝叶 树的这种高大伟岸 那么其实这里有一个男性的形象 和一个女性的形象的一种差异 所以表现出一种女性对男性的爱的那种复杂性 既有一种 我觉得有一种平等的爱 自由的爱 那么同时呢 又有他们交汇在一起的 融化在一起的 那种交融在一起 交持在一起的那种情感 那么有一种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同时呢双方又具有那种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那种爱 但是呢 爱的又是那么的坚决 那么的坚定 那么的执着 所以这些的都把那种各个人的爱情的观念 态度 情感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强烈 所以在那个年代它是鲁空古著名 所以是写得非常的 有一种干练和坚决 所以 这种诗它是写得相当不错的 写得相当不错的 所以选入了你们的作品中 因为你们那个时候 读中学的时候 年纪还比较轻 所以就主要是告诉你们要爱祖国 那么我们的这种教育它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我们都认为只有爱了祖国之后 才能够爱别人 是吧 才能够爱父母 那么 其实呢 我们的情感 其实是从我们的家庭伦理开始建构的 家庭伦理 然后这种和我们的个人的私人的经验建立起来的 然后才会变成一个家国的一种事情 那么过去那个时候 苏同也一直 苏廷也一直被批评说 太表现个人的情感了 所以不够高啊 那么苏廷的这样一个爱情 爱的观念呢 不是那种对祖国啊 土地啊 大地啊 的那种爱 所以受到了一些非议 那么后来 他本身写了一些 这个更加高亢的那些诗歌 是吧 你像他有一些 什么母亲 母亲啊 像这首诗 他就更加高亢 写得更加高亢 那么都会认为是 在对母亲的一种书解当中 他是写出了 更多的是对祖国的一种 一种东西 那么 其实呢 像这个母亲呢 依然可以看成是 对自己的这个母亲的一种书解 但是这个写得早了 其实是1975年的时候 他就写了 自相树的 樊老师后来是77年 他标的时间是77年写的 后来他影响比较大的是 会唱歌的渊伟画 那么被认为的是 从浪漫到现代的一条分界线 那么这首诗 好像你们课本里面没有选 这个是 这是 这是自相树 怎么弄错 这是自相树 自相树 是吧 在这 太小了 看不清楚吧 弄得有点问题 自相树 自利用 所以自相树 它是写得非常的 语句都非常的果感 我觉得写得非常的直接和干练 有一种坚决的一种态度 那么在那个时候 是具有一种宣言性质的 那么 会唱歌的渊伟画呢 也是依然有 苏廷的诗中的 那种 干练和坚决 其实我觉得 苏廷的诗封呢 并不是 一味的这个 委婉和楼落 恰恰呢 它是有一种 非常坚定的东西 所以在那个年代 要写出一种爱情 都是它有炫焰性质的 那个年代的诗呢 它是 需要高顾 需要聊量 所以 我读书听的诗 感觉那里面 是有一种 那种 执着和坚决 这是它的一种特点 这个太小了 看不清楚吗 后面的 后面的一点都看不清楚啊 太小了 你们那个书上有没有 没有啊 那我给大家念一遍 好吧 因为诗不念 我们就没法讨论 是吧 这个 它是这么 它这个诗 应该是1982年写的 应该是 对 82年写的 那么被认为 它是从浪漫到现代的 一个分界线 它在你的胸前 我已变成会唱歌的 原味话 你呼吸的清风吹动我 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 用你宽宽的手掌 暂时覆盖我吧 现在 我可以做梦了吗 雪地 大圣灵 古老的风铃和鞋塔 我可以要一株真正的圣诞树吗 上面挂满 刘明贤 神帝和童话 焰火 喷泉板炫耀欢乐 我可以大笑着 在街道上奔跑吗 我只是 因为这首诗太长了 我要不要全部念一下 要 要 要 谢谢大家